今天是在要求婚 今天在這之前 今天是在處理 婚姻的疫症 不過因為安全有醫療 所以傳播團體是在 立法院外面的空氣 不過最後 婚姻 一百四十一的疫症 也在國民黨人 比較多的優勢 資格已經通過了 民進黨團要申請 疫症這個提案是沒過 傳播團體現在是說 會發動更大規模的空氣 在立法院收回淨情過關 傳播團體是拿來 酒飽的歡喜人臨書 整個在立法院門口的空氣 金屬是很激動 再去警察有就要做董議會標怪 甚至冰箱 因為立法院 跟警方不發衝突 傳給國會的 傳播人數讓警方 整個人是更出去 外面的空氣聲音也沒回過 已經不斷心理 那種手在要不貼心 安全規模淨情 不應該再變得他算 這是一個危險的前坑 我們現在還要繼續丟錢下去 這140億 並不是去改善 核四目前這些錯誤的設計 而是要做上加錯 北京黨團已經提案 要將會輸140個醫生 傳播三毒 不過國民黨團表示 若是贈毒這個醫生 定是放棄過棄 政府已經投資下去的事情 如果你是各講各位 也只能用標葛來改葛 表決當然民進黨一定輸 那麼國民黨就會用 他的多數暴力決定了 合一場要繼續研議 廢除這一百五十億的預算 就等同於廢除過去國家 曾經投入的四千億 因為哪裡都結束完 不過因為國民黨有遺失的優勢 民進黨三毒以前的提案 最後是給後果 恐怖團隊也表示 會發起更大規模的空氣 一家總法獲得